我们刚才讲的是贸易它是有一个赢家和输家的问题 所以这里边会带来很多的争议 所以有时候说这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 因为每个人都是从自己 经济学的理性假设 每个人都是从自己的利益来考虑问题 只要自己的利益受到伤害 它是会要诉诸于一些政治上的手段 所以这个问题实际上很值得思考 就是说为什么包括新闻 大家知道新闻有时候大家会说新闻是公正的 但实际上新闻真是有篇的 新闻只报道那些有戏剧性的事件 所以当国际贸易给所有人带来好处的时候 新闻上不会有一条说国际贸易带来好处 但是一旦国际贸易给有些人带来害主 这些人去游行示威的时候 新闻就会报道说这些人抗议国际贸易 所以这就给人带来一个印象说 国际贸易是有害的 所以学新闻的人你们要学点经济学 这样你们在报道说有人游行示威的时候 最后也还要加一句说 尽管如此经济学家已经证明 贸易带来好处 我觉得这很重要 因为书上有一个 大家看书上最后有一段 我觉得我看了半天 我觉得很有感慨 说芝加哥时报调查美国人对贸易的看法 问他贸易有好处还是害处 只有27%还是20几的人说有好处 有40%几的人说有害处 你想想看在美国这样一个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 经济学家最牛的国家 经济学家对政策影响也是最大的国家 还有超过了 认为贸易有害的人比有益的人还要多 这个我觉得布朗布说是一个很悲惨的一种现象 悲惨的一种现象 而且这种好处是实在在的 每个人都可以买到廉价的商品 但是大家仍然认为贸易带来害处 我想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新闻宣传的影响 我猜测 美国的媒体很发达 竞争也很激烈 有什么事肯定有游行示威要有人自杀了 肯定要浓墨重彩的进行报道 所以就会带来这个后果 大家觉得贸易是有害的 所以如果我们不讲经济学 所以有必要普及一些常识 因为常识的东西往往被大家忽视 当然这里边有个问题了 赢家能不能补偿输家 理论上是可以的 因为你得到好处比别人的损失大 像我们可以达成一个协议 我们可以进行国际贸易 但是我们事先要求赢家要补偿输家 否则我们不同意 我们天天有请示威 你也受不了 但是这个操作起来很困难 这里边最简单的 有一个信息的不对称的问题 究竟谁受益 每个人受益的程度是多少 谁受损 受损的程度是多少 你很难判断对吧 每个人都会隐藏自己的想法 这个人受益了 他会说他没受益 那个人受到伤害 他当然会说他受到伤害 但是他会说他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可能这个伤害没那么大 所以当你进行补偿的时候 你就面临一个实施的问题 这实施通常是很困难 这里边将来经济学校讲到的一些信息的问题 所以这里边通常解决的方法就是通过 在西方都是通过游说 对吧 农民找政府游说 游行也是个办法 来争取这样的一些 实际上他们争取的 当然有可能是要取消国际贸易 当然也有可能说他们是要争取一种转移支付 对吧 对他们进行补偿 那么下面我们来讨论一个更复杂一点的关税问题 就在基于我们前面的分析 我们再增加一些其他的政策的讨论 所以关税是对进口物品征税 基本上没有国家对出口物品征税 在中国出口物品要退税 实际上是一种补贴 鼓励你这个出口 但是曾经在有一些非常特殊的时候 出现过对出口的征税 比如说在去年 世界各国的粮食产量下降以后 有一些国家为了限制自己国家粮食出口 因为世界上其他国家出现了粮食的短缺 那么就会有些国家的粮食就会 如果不加控制的话 就会出口量会增加 这个时候一些国家采取一些措施 为了防止出口粮食 采取了一种对出口征税的办法 当然按照经济学的分析 这些做法都是不仅对其他国家有害 对自己国家也有害 我们可以证明这一点 如果你对一个出口商品或者进口商品征税 你不仅损害的是其他国家利益 你可能还损害了自己国家的利益 据说中国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 但是我们又找到非常准确的报道 所以也有人指责中国说 中国也没有能够积极的 至少不是很积极的去 去应对这种其他国家出现的粮食的短缺 可能或多或少 或明或暗 采取了一些办法限制出口 我们这还是要讲进口的征税 将来有兴趣 大家可以自己去分析一下出口征税的情况 那么它的效果就是相当于 使得国内得到的价格增加了 对吧 国内得到的价格是世界价格在加上关税 对于国内生产者和国内消费者来讲 他们都是在一个更高的价格上来进行决策 他们要选择在这个世界价格加关税基础上 他们生产多少 他们消费多少 所以有一个世界价格 这是有贸易的时候 完全开放的时候的情况 这里边可以分析出口量 进口量 这个福利 那么在这个技术上 我们再来考虑有一个关税 这是没有关税时候进口 这个相当于一个世界价格的提高 对于国内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而言 这个跟世界价格提高没有区别 他们感受到的都是一个更高的 在国内市场上销售的 这个物品的价格 对生产者来讲 是一个福音 对吧 他们的竞争者 必须要在更高的价格下 出售这个产品才能获益 相当于你对进口汽车 挣很高的水 国内的汽车 显然也可以提高价格 对吧 所以像生产者的价格呢 他原来必须在这个价格下卖 现在生产者可以在这个价格下卖 像他有跟国内国外的产品 同样的竞争力 消费者受到伤害 他们不得不接受更高的价格 也是接受这个价格 然后在这个地方来消费 这样的进口的数量也有所下降 变成这样一个新的进口的价格 这里边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 仍然会有一个差 这个数量的差 这个由进口民补 当然如果关税足够高 所以关税抬高到均衡点 甚至均衡点以上 毫无疑问就已经没有进口了 就没有进口了 所以这个是可以足够高的关税 可以完全消除进口 在我们这地方考虑的还不是那么高 只是减少了进口 好 下面来看福利 这个没有关税的时候消费者剩余 是在这儿 这个已经包含了贸易的好处了 生产者剩余很小 所以这个图画的本身就比较夸张 这生产者剩余基本上没有 然后加一个关税 那么你可以看到 消费者是最大的买单者 就是说消费者的福利一下 就减少这么一块 从这儿到这儿 所以把消费者坑害以后 就有人来瓜分这个好处 就一些分肥的人 都什么人来分呢 生产者得一块 把消费者坑完以后 生产者拿一条C 原来本来这一块是消费者的 生产者给拿走了 政府也占点便宜 得到税收 还有两块谁也没得到 就是这两块 这块和这块 消费者损失掉了以后 生产者拿走这一块 政府拿走这一块 这两块呢 就没有人拿走了 那就变成什么呢 就变成无畏损失了 好仔细来看一下这两块 这两块 它的经济含义是不一样的 你可以看一下 虽然D和E都是无畏损失 但是它们的含义不一样 所以你要想问题要深入一点 这地方有两块无畏损失 它们的性质并不一样 F这块是什么呢 看一下F这个无畏损失 这个F这个无畏损失呢 跟我们前面讲的 税收的无畏损失非常的像 为什么呢 因为当没有关税的时候 消费量在Q1D这个地方 当有了税收以后的 消费量在Q2D这个地方 看起来就像一个税收蝎子 就是因为你有了税以后 本来消费者可以在这个地方购买 你看这两条线 这相当于是一个世界市场 供给曲线 这条水平线 这是世界市场供给曲线 这是 也可以说是国内市场 在没有关税的时候 供给曲线 这条线 对吧 因为在没有关税的时候 国内市场就基本上 可以在世界价格向来进行供给 所以把这条线看成国内的 不叫国内的供给曲线 就是向国内供给的曲线 这地方比较别扭一点 这条看成需求 这个地方加一个税 这相当于是一个标准的税收的无畏损失 由于税收引起了销售量的减少 好 再看这一块 这块比较奇怪 这块很难想象是一个什么无畏损失 因为这块 销售量并没有减少 这块还是卖出去了 但是这块仍然是一个无畏损失 这是一个什么无畏损失 对 那么在我们比较一下前后的区别 在这个没有关税之前 这一部分是谁来生产呢 是在国际上来生产的 因为没有关税的时候 这个供给曲线实际上相当于是这么过来的 这段蓝色加上这段红色 有一部分还是国内 这一部分人我们假认它还是成本很低的 它可以生产 那么到这个地方 这些全部都应该由国际市场上来生产 但现在有了关税以后呢 这一部分国内的厂商呢 也胆敢出来生产 对吧 因为有个关税以后 这部分它是有利润的 所以这就造成了一个资源的错误配置 本来是应该有个更低的成本 从社会角度讲 从整个国内的角度看 我可以用这个来生产 这个生产相对是去买 但是也是一个加引号的生产 但是它是可以以这个成本来得到这个产品的 那么现在呢 你找了一些成本更高的人来生产 那么这个成本的差呢 就是这个高度的差 所以这一部分呢 是一个效率损失属于 没有让成本最低的人来生产 带来的效率损失 那么这里边没有 成本更低的人呢 就是国际上的生产者 成本更高的人 就是国内的这些生产者 所以低这个未损失是一个 在生产这个方面的成本 没有达到最优 是一个容忍了一些成本更高的人来 挤走了成本更低的人 这个带来的无畏损失 那么F这一块呢 还是是一个销售量减少的无畏损失 所以这个要仔细的看一下 所以总的来说 关税有无畏损失 相对于自由贸易来讲 带来了D加F的无畏损失 这里边生产者受益 消费者受损 消费者受损非常大 你可以看到 然后政府得到好处 总剩余 很小 减小 虽然消费者剩余 受到很大影响 但是你很少有见消费者 去游行的 基本上没有 因为消费者是沉默的大多数 从政治经济角度讲 人越多经常没什么好处 人越多他们组织不起来 每个消费者都是受到一点点伤害 加起来总和很大 但是他们要出来游行 每个人都不愿意 每个人受到伤害都太小了 所以这个地方 关税没有人消费者 你很少见到消费者 因为说征税出来游行的 中国的汽车卖的这么贵 关税很高 也没有人上街游行 所以这边有很多政治的问题 这跟经济学关系不大 所以关税的影响就是 减少了进口 不仅仅是减少了进口 而且带来了生产错误的配置 这样引起了总剩余的减少 好 这个是关税 关税的影响 那么书上有一个简单的一个 相当于这个案例 它讲一个进口配额 在原来这部分是一个正式的内容 我们还稍微讲一下 因为这个跟关税比较类似 那这个也是常见的办法 也是WTO允许的 在一定的情况下 你可以对 像中国的仿制品 大量销往美国 WTO刚刚开放以后 美国人就受不了 就采取了一些进口配额的办法 对进口数量进行限制 这个图形稍微要复杂一点 这个是没有配额的世界的市场的情况 这个国家是一个进口国家 然后有配额以后要考虑这个问题 就是说所谓的配额就是说 你可以说有限制性和没有限制性 那么要没有限制性呢 当然就你的配额高于这个实际进口量 就没有什么限制性对吧 你说你的进口不能高于一个很大的数字 不能高于一个很大数字没有意义 所以我们这地方是要考虑一个 比实际的没有配额的进口量 要小的配额 所以就是说实际上你允许进口的数量 是在QED和QES之间的 这样这个图形就比较麻烦一点 所以这样考虑下来呢 最后我们可以画这样一条线 看起来比较别扭 这样现在什么意思呢 它代表国内实际得到的供给的曲线 或者也可以叫国内供给 加进口供给的曲线 它反映的是国内消费者 实际上能够得到的供给的曲线 那么这有三段 第一段就是当价格 这个所谓供给曲线就是当价格变动的时候 它的供给量是多少 我们把不同价格下 它的供给量给它找出来 就得到供给曲线 所以当价格非常低的时候 只有国内的人愿意生产 因为这个时候国际市场上 只能接受一个这个价格 这个是一个无限弹性的供给 在这个价格以下它不愿意生产 在这个价格以上它无穷大 那么当低于这个价格的时候 只有国内的人愿意生产 国内还是有一些企业 它甚至比国际市场上的成本还要低 所以就到这儿 刚好到世界价格这个地方 如果没有进口配额 那就所有的剩下的都应该世界市场生产 一直无穷大 但是有了进口配额以后 这个地方就只能到这儿 因为这正好就是进口配额的数量 所以在这个价格上 世界市场上愿意提供 但是它由于有进口配额 它只能提供到这个地方 那么如果价格再继续涨呢 进口量不变 但是国内的企业呢 它还愿意生产 这个时候就便宜了国内企业 在没有配额的时候 这价格根本就涨不上去 因为在这个价格上 就已经是有无穷大功利 但是在有特效的时候呢 这个价格还可以涨 涨完以后呢 这些企业就可以进行生产 他们的产量呢 就平行的移到这儿 因为这部分是进口配额 已经提供的部分 所以在这个价格以上呢 这一段就是这一段的平移 在这个价格上 这一段都是由 这一部分的国内的企业来生产 所以这样就画出这样一个 三段的供给曲线 它反映国内的市场 得到的供给曲线 所以这个新的焦点 就反映了 在这种情况下的 国内市场的均衡的地方 在这儿 这是原来的需求 这是新的供给 交到这儿 这个就是反映一个 新的均衡的情况 价格 那么这个配额呢 Q2D减Q2S 这个直接上来讲也是对的 在这个价格上 消费的数量和生产数量的差额 对吧 这两个焦点之间的距离 就正好是配额 这两个点之间距离 但是实际上它和这一段是相等的 这完全是一个平行的四边形 所以这一段的长度和这段的长度是一样 所以也没有违背我们刚才的分析 就这两段都同样表示同一个数量的配额 所以如果没有以后没有特殊的情况 不用画这条线 对吧 这条线是一个辅助线 你直接画一个水平线 让这个焦点的宽度等于配额就可以了 这跟那个税收很类似 你先是要画一条辅助线 但到最后呢 你不需要了 你就直接画一条水平线 让这两个焦点的距离等于配额就可以了 这条线就不需要了 只是在分析的时候 为了让你更清楚的看到这个 它的经济的这个过程 所以才画了这条线 所以你可以看它跟关税很相像 对吧 最后就是还是这个世界价格往上移 所以最后可以看到它们非常类似的地方 同样的分析可以告诉你 这个地方由于价格上升 国内买者变坏 同时国内卖者 它可以多生产 它价格上升了 它变好了 那么这里边有一个地方要讨论一下 就是这个配额这一部分的面积 究竟是使得谁受益 换句话说就是这个 这有一个面积 消费者是原来是在这儿 现在变到这儿了 它的福利损失就是这一大块 生产者得到了这一块好处 原来这一块是关税 大家知道如果是税的时候 这一块是关税 那么现在这块是什么呢 我们称为叫许可证收入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进口配额一定是分给了一些人 说你们可以去进口这个产品 然后在这个配额下来销售 比如说是如果是汽车进口配额 就是他可能给了一些汽车的销售店 或者给了一些汽车企业 或者给了国外的 比如说他给了日产汽车 说你们到中国来卖汽车 我给你一个配额 你只能卖这么多辆汽车 他们的好处就是这个块 他们可以在世界市场上来买这个汽车 但是拿到中国来卖这个价格 他们赚取这个差价 这个差价有多大呢 就是由这个面积来表示 可以卖这么多辆车 每辆车可以这么大的差价来赚取利润 这个面积就是我们有时候称为叫许可证收入 就是进口许可证 带给持有这个许可证人的收入 他们持有这个许可证人就可以去 低价买进 高价卖出 所以这些人呢就变好了 这些人就替代了政府成为了这个进口配额的收益者 成为了进口配额的收益者 所以总的来说仍然有一个无畏损失 对吧 就是还是D加F 跟刚才画的画法完全一样 这个地方区别就在于政府得到的好处被虚格证持有者拿走了 其他的都没有变动 所以有一个无畏损失跟进口配额的无畏损失是完全一样的 那么这个地方问题就有进口配额和关税怎么样来比较 那究竟是关税好呢还是进口配额好呢 那么我们说通常认为关税比进口配额会更好一些 为什么呢 因为进口配额这部分可能会引起一些其他的无畏损失 比如说为了争夺这个进口配额 这些不同的利益各方 这些比如说一些汽车销售店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机构 他们可能会去想办法去游说政府 说这个虚格证应该给我 那么这个游税本身带来了成本 这个也是一种无畏损失 为了让这部分好处从政府那转移到我身上 我花的这些努力都变成了一种无畏损失 所以进口配额有可能引起无畏损失 那么基于这个考虑呢 进口配额就不如关税 因为关税实实在在这些钱都归了政府 进口配额可能引起其他的无畏损失 或者你可以说引起腐败 引起各种其他的一些问题 所以这个政策就不如关税好 在美国呢这还有一个也引起争议 这个进口配额通常直接授予了国外的企业 比如说美国会要求日本自愿限制 向日本的汽车 美国要求日本自愿限制向美国的汽车的出口 你这个就刚才说的 你日产只能卖多少辆 其他的这个丰田卖多少辆在美国 这样相当于把进口配额的虚客证 直接交给了国外的企业 让他们来赚这个差价 一辆日产汽车在世界上卖十万美元 拿到美国来可以卖十二万美元 这些汽车生产商直接持有这个虚客证 他直接就可以赚这两万美元的差价 所以这个问题就变成了 这个肥水就流了外人田 所以很多人指责美国这种自愿限制进口的办法 是肥水流外人田 这部分就让外国企业赚走 所以这个甚至比他们 甚至外国企业会欢迎你这种进口配额 因为他虽然少卖了汽车 但是他每一辆汽车多卖了很多钱 搞不好他比不限制向你这个出口还要好 所以这里边有人指责美国这个政策比较愚蠢 所以总的来说他们的影响非常相向关税 关键就在于这个是得到关税呢 还是得到许可证收入 那么在一种情况下就完全一样 就是如果政府拍卖许可证 按照一定的价格来出售许可证 那就相当于税收了 政府把这块收入全部拿走 所以就这样就完全一样 所以这是两个的分析 好 这地方看看也没有问题 这个图形就稍微的比税收的图形要复杂一些了 它涉及到的利益群体比较多 有消费者 有生产者 有政府 如果再考虑成两个国家 我们把进口和出口两个国家都同时画出来呢 那就更复杂了 对吧 好 想问一下就是在分析关税的时候 为什么不考虑那个货币球曲线的购乎 这样很难考虑啊 因为我这世界价格曲线已经是 我把它看成是世界市场上的供给曲线了 我不知道你希望怎么样移动这条供求曲线 因为这个税不是加在自己的国内企业身上的 它是加在了世界的进口产品的身上的 没有理由移动国内的供求曲线 这条线是对 很难取代 还有其他问题吗 可能是有点难啊 我相信 还有没有问题 但是我觉得按部就班 就是说你按照把这个过程完全思路搞清楚啊 也不会有特别麻烦的地方 好 没有问题 我们这一节主要分析的内容就这些啊 后面还有一些啊讨论性的东西 那么国际贸易的其他好处啊 就是实际上涉及到国际贸易的各种各样的理论 刚才我们讲的对吧 美国和日本互相的销售汽车 那这里边就有两个好处 一个是多样性对吧 美国和日本生产的汽车不一样 日本的汽车比较省油 但是可能它为什么省油呢 它车比较轻 它车为什么比较轻呢 它那钢板比较薄 所以日本的汽车撞一下 和美国汽车撞一下 这个改变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所以日本的汽车也漂亮 为什么呢 因为你那钢板薄了以后吧 它这个形状可以做得比较好看 你看马路上跑得比较好看 都是日本汽车 美国汽车都显特笨 傻达哥那种感觉 就是因为它钢板厚啊 它没有办法那种形状做不出来 所以可能有的消费者说 有的人甚至证明说 那汽车一撞容易变形更好 对吧 它缓冲的更厉害 硬邦邦撞上去 它这个也有不同的理论 所以有人会喜欢日本车 省油对吧 特别在中国这种马路上 大家其实也开不了多快 在北京对吧 你买一个沃尔沃 你老想去撞别人 其实也撞不了对吧 就是说都开得太慢了 对吧 所以可能日本车就比较好 对吧 所以总的来说 有更多的选择总是更好 对吧 你可以买美国车 也可以买日本车 那就总比你只能买美国车要好 那么第二个就是规模经济 就是说 当你向世界市场开放以后呢 你的单位成本可以下降 对吧 比如说有很多产品 你的生产成本 你的产量越高 单位成本越低 所以比尔盖茨能够发家致富呢 就是因为世界市场是开放的 它那个操作系统能够卖到全世界 特别卖到中国 因为中国虽然有很多盗版 但是还是很多人买了正版 这个 它的成本会急剧的下降 所以中国市场为什么有吸引力 因为中国市场大 为什么大就有吸引力呢 大就可以使得这些企业的成本下降 它在中国卖很多很多个的产品 它的成本就会越来越低 单位成本 这样它就可以赚更多更多的钱 所以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增加竞争 对吧 这个很好理解 原来如果这个国家企业是垄断的 那么现在有了世界市场 它就是竞争的 在中国比如说像彩电 对吧 一开始都是进口 但后来国内的企业慢慢也占领市场 那这就是一竞争的好处 对吧 竞争就激励了国内的企业 提高质量 提高质量降低价格这样 竞争的结果可能国内企业反而能够在市场上站住脚 对吧 加强思想交流 这个就更不用提了 对吧 我们用的教科书都是 基本上清华用的都是国外 或者国外翻译的 加强了思想交流 也增加了翻译的收入 对吧 使得某些翻译的人出了名 对吧 这都是派生的好处 虽然贸易有各种各样的好处 但是我们说 还是有争论 所以这个世界有时候看起来很奇怪 经济学家说这是ABC 其他人会说这是胡说八道 对吧 就是说 有很多争议 所以学经济原理非常有必要 就让大家觉得原来胡说八道的 变成是ABC的这个东西 这个巨大的思想转变过程 有人说贸易减少了工作岗位 这个也不错 美国人很多人因为中国的仿制品进口 就失业了 但是呢 他也创造了工作岗位 为什么呢 你去生产你有比较优势的产品 你就增加了你在那个方面的工作岗位 对吧 所以这地方关键的问题是 劳动力能不能流动 能不能转岗 能不能再培训 对吧 当然有的人不行 有的人可以 对吧 就这个是 所以这个不仅是国际贸易的问题 这个整个世界经济都是这样 对吧 有的岗位在迅速的消失 有的岗位在迅速的兴起 这个是一个创造性毁灭 在熊彼得 对吧 有一个说法 创造性毁灭 一个矛盾的词 创造性毁灭 所以现在很多行业 没有国际贸易也在消失 比如说 这个 刘欢一首歌叫 这个 世界变化怎么大 你的碱子菜刀还得磨 对吧 但现在你就不磨碱子菜刀 对吧 世界变化就有这么大 对吧 这个 所以有很多行业 没有国际贸易也在消失 对吧 所以怪罪 国际贸易基本上是一个 替罪羊 对吧 就是说 人们总是希望买到便宜的东西 对吧 所以这种变化是市场自发的 他不是 他不是说国际贸易好像要加罪于你的这个结果 国家安全 说 中国的粮食不能卖到国外 因为卖到国外 中国人有可能会被饿着 对吧 这个 中国的飞机要自己造 因为不自己造飞机 将来美国人不卖给你飞机 你不就惨了吗 对吧 这个 好 各种各样的争论 但是他忘记了一点 就是说 他总是有一定道理 但是他总是有他忽略的方面 他忘记一点 国际贸易是相互依赖 对吧 中国把粮食卖给其他国家买回来飞机 就相互依赖 相互依赖啊 相互 别人不卖给你飞机 你也不卖给别人粮食 不是大家都很惨吗 所以这个相互依赖 实际上促进了安全 对吧 因为这个国家相互依赖以后呢 就不敢打仗 你打仗呢 你想卖给人家东西卖不了 人家想 你想买人家东西也买不了 对吧 所以日本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日本 二战以前想通过 它是一个资源很缺乏的国家 这个国家很有危机感 他就想去通过打仗的方法来 多获得资源 后来他知道说这个不行 他看一点经济学说 还有个比较优势 对吧 我不一定非要把资源抢过来 对吧 我生产自己有比较优势的产品 资源节约性产品 去换人家这个石油啊 这个钢铁啊 对吧 所以贸易促进了安全 而不是抵消了安全 所以现在世界上你要去 很多国家就很多教训 你去制裁伊朗 对吧 说不给他任何的好处 短时间内可能他 对他有作用 长时间他说 我反正都不依赖于你 我整半天 我自己自主整得还挺好 对吧 那我就更要跟你闹了 对吧 所以这个制裁不是好办法 你就让他依赖你 对吧 说我跟你拼命做生意 然后过几天 你说你要跟我闹 我说你看啊 我们这生意做这么好 你能够忍心这个 对吧 所以这些观点都可以讨论 幼稚产业论 就是中国汽车产业最典型 对吧 就是说我们要这个 保护汽车产业 因为这个中国汽车产业 要不保护就被打垮了 被击垮了 有一定道理 对吧 但是也有他的 不屈 那就是说人对激励做反应 对吧 你保护半天了 你这东西 越保护它越落后 对吧 它没有激励去改进它的 生产 因为它没有人给它竞争 它在国内永远是垄断 对吧 中国人只能开这些 破破烂烂烂汽车 对吧 那 它最终保护半天 它也起 它无法壮大 它没有竞争 没有激励 对吧 所以开放以后 也许它还更容易发展 更容易壮大 像彩电业就是最典型的 当然现在彩电业有人说 很多核心的技术 还是国外的 但是 这就是比较优势 对吧 你不可能让中国人 所有的东西都自己生产 你总是要有一个 比较优势的地方 这是林毅夫特别强调 对吧 这个田田讲的也比较优势 不公平竞争 这个也很有说 也很有影响力 特别这个 奥巴马 对吧 奥巴马对中国的一个指责 中国的贸易是不公平的 为什么呢 好几条 其中至少有两条 一个人权问题 中国很多产品是监狱犯人生产的 大家知道 这个是很严重的 对中国有指责的 所以最近中国通过了一个 监狱犯人 名字叫这个是不是 我不记得了 叫监狱犯人管理条例 明确 不能强迫监狱犯人劳动 只能在自愿的情况下 劳动 当然这要从法律上 至少反过来印证 原来有强迫监狱犯人劳动的情况 所以才会有这个条例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指责中国 生产了很多 能耗比较高 污染环境的产品 这个也是一个 被认为是不公平贸易 因为你污染了环境 对吧 你虽然成本低 但是你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但反驳的理由呢 就是说 单从美国人的利益讲 还是有好处的 当然美国人说 我们是这个 我们这个 从世界的眼光看 我们是要考虑世界人民的福利 这个中国人民 虽然卖给美国人 美国人受了益 但是中国人民 这个劳监狱犯人的人群受到了侵害 中国人民的环境受到了伤害 我们是要关心这些问题的 我们是世界的领袖 对吧 我们不能光看美国人的好处 所以他跳出来说 包括奥巴马 他也说 不公平贸易 当然他是不是真的这么想 那是另外一回事 他可能是为了保护 美国的一些特殊利益集团 对吧 保护美国的仿制品企业 他说的是一套 可能想的是另一套 这个也不能 有可能是这种情况 所以 有很多争论 国际贸易永远是 无休无止的争论 但是也 这争论你可以看到 有它的道理 很简单 就是因为国际贸易 带来了利益分配的不均匀 对吧 这样就会有冲突 最后一个理由 更加高级 说我们是要保护 因为你不开放 我就为了跟你 威胁你开放 我也不开放 所以是一种威胁 更取责 就是说我本意是想开放 我恨不得全世界大同 对吧 但是因为你这边 保护起来 我为了让你开放 我先也保护一下 我们俩谈 然后你开放 我也开放 这就这边WTO 这个世界贸易组织的 一种理念 对吧 这个 大家既然都互相保护 我们干脆坐到一起来谈 大家互相让步 这样达成一种 开放 那么这个理由呢 也有人反驳 为什么呢 因为经济学说 你单边开放也有好处 你不要让人开放 你说我先开放 那也有好处啊 对吧 我们刚才证明了 不管你是出口还是进口 你只要自己开放了 别人不给你做生意 则罢 别人也给你做生意 你不是还是有好处吗 对吧 你并不需要双边同时开放 这个 所以这里边 也有一些反对的意见 所以最后就落实到 我们要 可以来看一下 这个贸易协定 它有什么用 对吧 你可以单边取消 自己的贸易限制 这个对你有好处 你也可以想办法 大家一起来谈 对吧 大家同时减少贸易的壁垒 那么这样做 为什么有必要呢 从经济学的角度讲 没有必要 因为你自己开放也有好处 就每个国家都可以自己开放 每个国家自己开放都是好的 不需要谈 美国一想我自己开放很好 中国一想我自己开放也很好 不用谈 大家美国家就自然开放 那么为什么要谈呢 还是因为有政治的问题 说美国要单边开放 美国就有人反对了 说这个 你要开放给中国 中国防制品进来 我们这些防制企业怎么办呢 如果有多边协议 美国人就讲了 美国政府就说 没关系 这个我们开放防制品 美国中国人也开放 比如说高科技产品 一些软件 或者说它也会打击盗版 这样我们就会 我们也收益 所以这样美国就会有些团体支持开放 美国这些生产什么飞机的 生产软件的企业就说 我们支持中国开放 支持WTO 农民就起来反对 他们俩就掐呗 一投票可能支持的人占优势 如果你单边开放 可能都是一堆人在反对 你多边有些人就会支持你 所以贸易协定是为了解决政治上的冲突 要不然就不需要 要不然大家都可以自己选择开放 所以他们也经常谈不来 为什么呢 因为剩下的都是政治上比较严重的问题 政治上不严重的问题 都不需要WTO都能解决 每个人就自己选择开放就行了 中国当年也没加入WTO 也是选择了改革开放 对吧 所以证明这个 开放的动力 它是一种自然形成的 它是因为有经济学的理论保证 有好处 但是有一些政治问题 它不得不去考虑 这样就需要一些制衡的方法来促进贸易 当然这个本身这个谈判很艰巨 有时候也会 既然这些问题很难解决 你让WTO呢 也不可能完全解决 有可能会采取一些政治上的一些斗争 一些这种拖延的战术等等 希望能够对自己有好处等等 希望至少在政治上 这个经济上的好处 大家都知道贸易是有好处 在政治上有可能 这个国家农民很厉害 它很难得罪农民 比如说这些问题 所以国际贸易是 有简单的经济学理论 但是也有非常复杂的现实问题 这些经济学都无法 很好地去解决 应该说是这样 然后最后呢 我们有一个书上有一个小故事 很有意思 我觉得我必须要讲 因为对我有很大的效用 大家自己看也很好了 就讲这个贸易的好处 这个故事被认为是经济学上 最有名的几个故事 说是一个国家 生产小麦的成本很低 这个国家小麦像野草一样生长 但是生产钢铁成本很低 怎么也生产不住钢铁来 这个代价很高 缺乏矿产资源 突然有一天有个发明家 宣布说 我可以用小麦生产钢铁 提出一个非常具有创造性的想法 而且它的工厂很快就建起来了 建在海边 大家发现说的都是实话 把这个小麦运到它的工厂 过一段时间钢铁给你运出来 价格很低廉 这个相当一定数量的小麦 就可以生产很多钢铁 结果 有一个记者 这个记者经常不干什么好事 觉得这个事情很奇怪 为什么小麦能生产钢铁 这个里边 有点像那个什么水便油 这个有点 是不是有一些这种欺诈 好去一看 果然是欺诈 这个人把小麦运到国外 把钢铁运回来 进行了一个国际贸易 实际上是一种走私行为 所以有了这事以后 这个发明家给逮起来了 这个国家 没有在这么廉价的生产钢铁的方式 大家又回到了原来的状态 这个发明家一审问 自己也就交代了 说不是什么发明家 其实就是一个经济学家 所以是这样一个故事 就说明这个贸易 它的一个好处 好吧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 好吧 下课